哈囉 各位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龍哥品酒的時間了 今天呢 因為之前買酒呢 廠商送了我一瓶這個 100毫升 100ml的這個 格蘭昆奇 格蘭昆奇的一個 單一麥芽 威士忌12年的 這個是那個 在蘇格蘭的那個 低地區 它有六大產區嘛 那你也看到這個瓶子 就看到它是43度 有43度 那我們就來嘗一下 格蘭昆奇 這算是以 呃 台灣或者是大陸來講的 算是比較 不是那麼出名的 不過也不代表它不是好酒 我們來嘗一下 啊 乾脆倒完算了啦 之前倒完也不過這樣 之前已經喝了一些了 那反正 我們今天就給它 幹光 幹光 一支都不要浪費 雖然這不是大摩62年 可是一支都不要浪費 對不對 勤儉持家的美德 我們用這個凱恩斯文香杯 應該是凱恩斯文香杯 我沒記錯的話 這也是DRGO的 目前來講我主要是用這個 其實我好幾個文香杯 只是懶得拿出來 就是用這個來聞 反正一樣的東西 DRGO 很大一個烈酒集團 好 那這瓶小瓶的幹光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看酒體呢 我先讓它有個 酒杯整個包裹 讓它整個味道聞得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按照慣例呢 一般都是搖一搖 搖一搖 然後你看它的那個威士忌 威士忌它有一個 那個什麼 好像會 黏在那個酒壁上面 像慢慢這樣子 留下來有沒有 好像有 黏住的 黏住的 對 酒體是金黃色的 金黃色的 一般金黃色 看起來像是沒有染色過 那 我剛剛稍微 近一點聞了一下 有一點 淡淡的 很淡很淡的泥梅 然後煙燻的味道 格蘭坤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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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坤奇喔 不是 不是那個泡菜喔 不是韓國那個坤奇那個泡菜 你也可以講 格蘭坤奇啦 或格蘭坤奇 12年的 它的基本款 嗯 那為什麼什麼都叫格蘭呢 因為很多人都講過了 格蘭就是 那個蘇格蘭語叫做 山谷的意思 那可能這就是一個坤奇山谷 坤奇山谷 一個山谷 對 對 因為那些 有的沒有那些 那些 酒廠那些東西 其實 我們這邊 我主要是 來分享我聞到 聞到的味道 喝到的味道 我的感想最直接的 所以可能比較老粗 請大家多包涵 我邊搖邊聞的過程當中 我似乎 我先聞到了一個花香 花香 這種杯子你不能靠太近 靠太近你會吸到很多酒精味 你就是在搖搖的過程當中 從邊邊 細細的品聞 細細品聞 蛋糕的味道 蛋糕 就是我們吃那種海綿蛋糕 有種花草 花草的味 然後 海綿蛋糕的味道 有一點點那種花蜜 花蜜的感覺 花蜜 其實也蠻香的 坦白說 它是有別於一般那種 雪莉桶 一般那種雪莉桶的那種 葡萄乾 果香 那種甜 它聞起來 也是有甜味 可是屬於那種 好像花蜜那種感覺 好 那種海綿蛋糕的味道 好 我來喝喝看 第一個感覺 我喝下去 最直觀的一個感覺 就是順 蠻順口的 然後呢 喝下去之後 開始它的味道 湧現起來 最直接就是花的味道 花蜜 然後花草 然後 再有點 再就是 開始有點煙燻 泥梅好像還好 煙燻 泥梅淡淡淡淡淡 煙燻開始上來 然後 嗯 那種 一點點的奶油味 好 我再試一次 你看我嘴巴這樣 動啊動啊 跟真的一樣 確實也是真的啦 你要這樣子 稍微輕輕的這樣 攪動一下 你才能真正體會你們的味道 哎呀講話都沒注意到 再一次 嗯 嗯不錯喝啊 花草 有一點木枝調 然後整個味道充斥的鼻腔 屬於那種比較清爽 那種淡雅的味道 如果喜歡那種 譬如說那種花香啦 一點點的蜜啊 然後那種 海綿蛋糕啦 然後 比較植物系的 比較那種 大地 大地植物芬芳系 然後掛一點點那種煙燻 那 格蘭坤奇12年這一隻 其實 還蠻推薦 那 它在台灣的話呢 價格其實也不貴 大概在一千塊左右 那在大陸的話呢 大陸的話大概 我是沒有上網查啦 不過因為這個酒算小眾 所以我不敢亂講 那整體來講 如果它在台灣是一千出頭的話 在大陸 一般按照這個行情 因為大陸的那個 酒的稅 酒稅 比台灣高一些 所以我在想大概也是三百多塊 對 那詳情還是要去查證一下 不過整體來講 這款酒算是那種 比較那種 花香木枝調 然後蛋糕奶油 這種風味 跟一般煙燻 那喜歡的不妨嘗一嘗 那推薦指數呢 我 再去 我再喝一下 其實我第一次喝 你們剛剛看我那個瓶子 我第一次喝 喝了半瓶 現在再跟你 現在再喝了差不多半瓶 我第二次喝覺得 比第一次喝好喝 我整體十分的推薦指數 我給八分 因為 以性價比 各方面來講 這一款算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你說一千出頭台幣的 酒 然後你配上這樣的口感 其實可以啦 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稍微 清爽了一點 應該 我個人是喜歡有點個性的 那會不會在我的小酒櫃裡呢 我 叫做可放可不放 就是說 再觀察 再觀察 再觀察名單 好 謝謝大家 就這樣啦 祝大家喝酒愉快 掰掰 下回見囉 下回見囉